这个时候我们把焦点转向天空 同时跳伞队员即将从C130大力神号运输机一跃而出 从5000英尺的高度出发 今年的跳伞队都是来自突击部队 他们将以每小时200公里的速度向下俯冲 在一段时间你会看到他们 当我们发声就会出发 点击你的镜头因为他们在这里 好 我们刚才发声就会出发 你看到他们身上的装备像是头盔 连体衣和军靴等等 都是经过特别设计的减少阻力 确保顺利降落 做红尸跳伞员的第一次亮相是在1989年 当时他们还叫做新加坡武装部队跳伞队 一直到1996年才被称为红尸跳伞队 讲成唯一名红尸跳伞队员平均需要5到10年的时间 我们今天看到的每一位成员都有至少500次的跳伞经验 而且根据红尸跳伞员的这个临选过程 他们必须累积至少200次的跳伞记录 看到这一幕非常的壮观 从高空中从红尸跳伞员的角度看到了整个新加坡的市区 当然红尸跳伞员他们面临的挑战就包括了变幻莫测的风向 以及浮动舞台非常狭窄的降落区 同时跳伞员说每一次的表演 其实天气的情况都会完全的不一样 所以跳伞员必须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才能确保顺利完成跳伞的表演 而且这些跳伞员都是身经百战 对于一个没有受过训练的人 平均需要经历5到10年的培训 你才可以达到红尸队在国庆庆典中 表演跳伞的这个水平 现场的主持人当然就在和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先练习 待会要以Oh Yeah的方式来迎接 每一位红尸跳伞员的降落 其实这一代看到有很多的高楼 所造成的气流会拉扯着降落伞 其实构成了相当大的挑战 没错 而且跳伞表演 难度不仅仅是在于要准确降落在预定的地点 而是要掌握好正确的整个降落顺序 要掌握好在空中停留 开伞的时间才可以一个一个顺利的安全降落 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位降落的就是 黄家顺二级准位 他是个领队 今天是我们的领队 领队角色非常重要 还要根据今天的天气找最安全的降落路线 那其他的红尸就会跟着这条路线降落 他共有610次的跳伞经验 第二位即将降落的就是黄震翰准位长 他拥有1340次的跳伞经验 我们看到我们的第三位降落的就是 何友平一级准位 他拥有1460次的跳伞经验 一起 降落 第四位即将降落的是 马亦索兰高级准位长 他拥有1600次的跳伞经验 听你曾说过就是红尸跳伞表演是你最喜欢的一个环境 是的 所以我现在非常享受 第五位来咯 沈志仁二级准位 他拥有620次的跳伞经验 刚过去的周末呢 其实红尸跳伞队也有在很多个邻里地点进行一些彩排啊 跟练习啊 所以希望观众朋友呢有在现场去看到 当然这个第六位降落的是傅敬松 一级准位700次的跳伞经验 我们的第七位 跳伞员即将降落 他就是诸峰城二级准位 他拥有810次的跳伞经验 哦耶 降落咯 看到这 滨海湾浮动舞台之后 也有很多的高楼大厦都增添了红尸跳伞队呢 要降落的这个困难度 没错 所以每次看呢 我的心情都非常的 为他们感到紧张 对 他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训练了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第八位降落的是陈真雄准位长 他有2390次的跳伞经验 肯定没问题 那第九位降落呢 就是我们的女跳伞队员 她是黄月珍二级准位 她拥有620次的跳伞经验 她曾在2014年和2020年呢 参与红尸跳伞表演 今年是她的第三次参与 安全降落 第十位是最后一位的红尸跳伞员 她是王敬翰三级准位 1,150次的跳伞经验 我们刚才就提到了 在这个红尸跳伞员的 这个环节当中的安全 还是第一 安全还是非常重要的 看到呢 现场的观众朋友 也挥舞着手中的国旗 给我们的红尸跳伞员鼓励 为他们的尽心尽力 和他们的努力 掌声鼓励一下 这跳伞员呢 也跟着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挥手 他们的技术高超 英勇无畏感动了观众 接受我们第二阵群的观众